在网站上面的话,它的结构跟CSV是完全不一样的 所以你会发现,如果在行政院环朴官网上面的话 它一定是一个类似象征,这个是Jason格式 可是Jason格式,你要怎么快速的把它变成一个CSV 这件事情,当然如果你需要的话,你就一定要懂得写Python 当然其他语言也可以做得到 不过我看起来好像实物Python,写Python的话是比较简单一点点 其他语言也可以做得到 基本上CSV的结构一定是怎么样 它的结构一定是要涨这样的 就是可能是哪一个站,然后哪一个县市 哪一个,它的那个Python2.5的数值多少 那哪一天的哪一个时间,它的单位是多少 所以有五个栏位,中间一定加豆点 最后的话一定要有个换行,反斜线N,对不对 换行反斜线N 那如果说我今天呢,当然最后就把两行write出去 给它一个空档,然后把资料write出去 所以呢,我们如果说要做的话,第一件事就是怎么样 那一样,延伸那个上个礼拜的东西 上个礼拜的部分的话 上个礼拜的部分的话,我们是先把这个Jetson 从那个环保署,行政院环保署的网站上下载 所以一一,我们一样嘛,就是input一个request 然后呢,用get方法去下载这个网址 这个网址就是我们从那个行政院官网上面 得到的这个,就这个网址 复制之后呢,把它放在那个request 的.get方法的后面 然后get它就把它整个 像刚刚那个整个东西就放在HTML物件里面 但是你要里面的文字的话,记得就是点test 这个地方点test OK,然后呢,就把里面的东西怎么样 把它转换到那个list1里面 不过我前面讲过 如果说你是文字的话 那因为文字的那个字串 前后呢,就会有加上那个所谓的这个字串符号 那如果说你要把这个字串符号去掉的话 最简单的方法就是你用那个evil 这个函数可以快速帮我把它去掉 你不能直接说我把这个html直接就丢给这个list1里面 不行,因为这个test它本身一定会有双引号 那你如果把它放在list里面的话 有双引号它会把它当自串 所以最简单的方法,如果它去掉这一对双引号的话 或者单引号,里面它可能是存 不管是什么,单引号或双引号 那我们最简单的方法就是加一个什么 前面讲过,evil这个的函数 然后呢,它就会帮我把那个外面的那个字串符号去掉 就取得里面的中瓜糊 那中瓜糊放在list,其实就是ok的 那我们基本上呢,第一个部分就完成了 假设我们上里面有提到就是这个地方 这样把它转换,print它 那我们就可以怎么样呢 可以把这个list1先print出来看一下 得到的结果会不会是我们要的 ok,来看一下 基本上我是建议 如果你不确定你每个步骤是否ok 你可以先print出来,ok的 但如果说你今天呢,假如说你没有加这个 这个evil这个 function 你直接print它 那它应该会跟你讲说应该是typeA 或者是什么 因为你这个字串要丢到串列里面 好,跟正一下 应该是 如果你现在丢进去的话 这个list1就不是串列 而会是一个什么,一个字串 好,特别说 如果是丢进来是一个字串的话 那你将来要去解析它就会有问题 可能要注意一下 如果你没有加这个跟有加这个 你们等一下可以试一下 那最后得到的结果会是不一样的 这可能要跟各位说明一下 好,那这样来的话呢 我们就知道说这个串列里面 已经有包含一个一个的字典 那我要把它一个解析出来的话 那前面讲过你可以用什么 一个for回圈 然后呢 把它的一个一个里面的那个字典 把它分别for each dict 每一个我一个一个都把它抓出来 那我只需要里面的什么呢 这个是keys keys 就是前面这个东西 每一个 其实是栏会名称 那我不要 我要它里面的什么value 你就用什么 点value 并且记得转型为list 把它丢到list2里面去 然后呢 我们一样可以把它print出来 看一下里面放的东西 里面基本上就把那个 这个里面的字典呢 字典里面的 这个后面的资料 一样抓出来 但是只会抓里面的value部分 那keys就没有出现 所以我们看一下 基本上它就一个一个一个的 类似像这样子 这样子的话呢 就是一个一个的这个串列 这个其实上面这个可以把print关掉 那当然如果你要把它放在资料库里面的话 我前面讲过了 但你可以先开一个空的list3 那并且把这个list2 一个一个再串到那个list3里面 然后再丢到那个insert into 用excuse many 就整个就可以把它丢到这 但我们现在这不练习 因为这上礼拜讲过 我们是希望怎么样 把这个串列 再存成什么呢 存成一个像csv的结构 这个csv结构里面一定要斗点 最后一个换行 所以我如果今天希望 能够把它串成这样子 然后再把它存档 我当然理论上就可以得到一个csv的档案 所以要怎么串 这个我先把这个list3先拿掉好了 我们就 假设我要把它转换成csv 那第一个当然 我已经有一个这个list 这个list 那我理论上应该什么 先把它里面的资料一个一个的抓出来 中间帮我加斗点 最后再加一个换行 那这地方 想过很多种方法 你可以for each 每一个每一个抓出来 或者还有一个简单的方法 干脆你用什么 用那个format 最后记得一定要把它串接 所以s等于一个空的字串 将来呢 我用这个空的字串做什么呢 加等于就串接嘛 帮我串接后面东西 串接什么呢 其实最简单的方法 我是建议各位可以用那个format 因为其实你会发现底下 它有固定结构嘛 一定是什么呢 一定是五个栏位 所以你就五个栏位 五个空的大瓜谷 那这个五个中间一定要加斗点 所以你就是在后面加一个斗点 然后它还有一个共通的地方 就是后面一定会有什么 换行 反斜线 先把它的格式先做出来 然后做什么呢 你就点format 后面你就用什么 点format 来做 那format 瓜谷之后的话 因为前面有五个大瓜谷 所以我们就放五个东西 它就帮我串在一起 所以五个东西的话 那当然这个 这个是list 2 里面的第一个 那它的编号一定是 所以拿这个来固定 如果它抓第一个的话 它就编号从0开始嘛 然后第二个的话 那我们一样 把它这个复制过来 这个就1嘛 然后再来就2 一个萝卜一个坑 这个 123 4 OK 然后分别把它的编号改一下 这个是1 然后这个是2 那因为前面有大瓜谷 所以它会怎么样 一个萝卜一个坑的怎么样 把它放进去吧 所以123 那刚好就是什么 123 4 5 刚好就放到前面这个format的大瓜谷 因为我们没有要把它格式化成什么小数点 我们就让它保持一个大瓜谷空的就可以 那资料就放进去了 那最后的话呢 它就帮我把底下的全部串完 串完之后的话 我们先来确认一下 这样串完结果 print它看好不好 OK 如果print 看到的结果呢 跟那个我们要的CSV档 是一样的话 那我们再把它写出去 再加两行就可以 好 我们直接执行来看一下 最后串接 OK看一下 不过因为行政院的环保署网站 感觉速度好像没有很快 大家会K一下 OK 如果你们等一下 大家一起练习 我怕会K更久 我自己练习感觉就有点Delay了 所以你们等一下如果发现 去抓的时候很慢 那有可能是不是塞车 OK 稍微等一下 好 这样看起来好像应该就符合我们要的 有没有 中间加豆点 只是说上面可能如果最好是再加一个栏位名称 OK 然后呢 如果要把这个S把它print出去的话 那我们其实再加两行 用什么write出去 write出去 其实前面好像有讲过 我们可以加一个fw的一个物件 它用那个python里面有一个open的方法 open不是只有开档 你可以开一个新档也是open 开新档 然后名称的话呢 也许我们叫做pm25 然后负档名就点csv ok 然后我要写出去的话呢 你就豆点 然后给它用w模式 写出模式 最后的话呢 如果你要写出 它的写出一个新档是先建一个空档 然后再把东西写出去 所以如果你要写出去 fw 点 加一个write 然后呢 小括弧一下 把s放进来 这样子的话呢 就是把网路上你刚刚串好的那一个字串 再写出去 那就ok了 我们来看一下 所以 这个print上面这些我想print太多 这个可以把这个print关掉 好 来看一下 最后这个把它写出去 来执行 如果没有错误的话 应该就会写出去了 ok 那写出去之后的话呢 理论上应该我这边有个print 所以print完 就会写出去 也就是说如果你看到底下有print的结果 它也同步的会把这个资料 写出去变成一个什么 pm25.csv的档案 那我怎么知道这个pm25在哪里 其实因为我没有给它一个绝对路径 所以它会放在我们src的下面 记得按右键src上右键把它refresh一下 那clips有点怪怪的 你在任何地方refresh有时候不会成功 但是你在src上面按右键refresh才会成功 我这可能跟各位讲 因为之前有同意 一直按7块怎么refresh不出来 那有可能是你的位置要放在src上方 这个时候的话就会有一个pm25.csv出现了 就这一个 那我们看一下有没有成功 点两下 这时候的话你会发现这个蓝宽不足 点两下 打开你会发现的 csv档在sale里面看到的就是ok的结果 顶多就是可能少一个蓝位名声 你可能上面在自己print的一个蓝位名声就好了 我自己再加一下 ok大概跟各位讲一下 如何把那个json把它改成tocsv部分 重点我们大概回顾一下 其实没有很多 大概顶多就是多 顶多多四行而已 应该五行 第一个就是你要在回圈先宣告一个空的字串 然后把这个空字串串接 加等于串后面东西 那我觉得比较重要的是 你可以用format来做 因为format真的非常好用 尤其是你要做同样的格式输出的话 那我们前面五个大刮弧 中间逗点最后一个换行 再把我们串列的东西一个一个的把它放进去 它就会串到s里面去了 然后全部串完之后就是我们看到的结果 然后把它print看 ok的话 那我们就是用fw物件把它open写出去 把s用rise的方法写出一个档案 这样就ok了 所以在python里面做这件事情真的太简单了 如果像以前我们用java写 哪那么简单 java可能程式码比这个多两倍还不见得完 ok所以这部分的话请各位试一下 画面先还给各位 尤其是format的方法 还蛮推荐的 如果你对format的方法不太熟 这可能要注意一下 format尤其它跟档案、资料库搭配的时候 真的非常好用 写档的话在python里面也非常好 两行就搞定了 而且这两行也不用特别背 它的逻辑基本上就是一定是先开一个空的档案 然后再把你的字串写出去就ok了 所以在python里面你要做那个存档的动作 真的非常非常的简单 ok把它write出去 所以你要做网路爬的时候 爬完之后要写到档案 太简单了吧 其实就跑个回去一直写一直写 所以如果你要爬网路上资料写档 先把它存档起来 非常简单 在回圈里面一直存档 存档基本上就是 也是一样用write就可以了 ok 所以这部分的话请对 试一下这个 如何把jackson 转换成csv 另外我刚刚写的东西 可以啊 其实云端上也有 我们可以参考那个 云端白板 如果我是有两个方法 方法一方法二 干脆把方法一 这个是我刚刚用的是方法二 ok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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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